今天是2020年4月19号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台湾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台湾新增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21例是台海军敦目舰队成员 另外一例为境外输入 目前全台累计确诊420例 该部门指出 台海军舰队群聚案新增的21例 为19男两女年龄介于20多岁至40多岁 发病日期介于4月14号至4月18号 三艘军舰官兵级学生共计744人 目前均已完成裁检 共计24位确诊个案于医院隔离治疗中 感染源仍待厘清 该部门指挥官陈时中在记者会上澄清称 18号第一时间判定该案为境外输入 但有需厘清之处 外界以为感染源是怕牢 将待疫情厘清后才能判定是境外还是境内 此外 案400为20多岁男性 于去年4月21号前往美国就学 今年4月10号发病 4月17号抵台时在机场裁检 于今日确诊为境外输入个案 台海军敦目舰队18号有三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三艘军舰上700多人被紧急召回 进行裁检与检疫 据报道 该舰队于今年3月12号至3月15号停靠帕牢 离开帕牢后于公海航行近30天 4月15号自台湾军港下船 4月15号自台湾军港下船